敬化人心 提升道德 信愿念佛 同登极乐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东陵法音 物有如此 孝义犬 唐朝的进军大孝齐穹 家里养了四条出色的猎犬 经常陪从皇上在广阔的皇家园幼里狩猎 齐穹总用最好的食物喂养它们 其中有一条犬在进食时总是把食物填满嘴中 然后出去进到茂密的草丛里 吃完了又回来取食 齐穹觉得很奇怪 就让仆人前去查看这条犬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原来在北墙的一个窟洞里 有一条又老又瘦的母犬 身上长着窗 非常肮脏 是这条猎犬的母亲 猎犬在用口中咸来的食物喂养它 齐穹听后惊叹了很久 命命仆人用一个小箱子把这条母犬抬回 找来破旧的褥子给它当垫子 用剩饭喂养它 这条猎犬朝着主人摇尾巴 把头低下 好像心存感恩的样子 从此以后 每当在狩猎中遇到猎物 无论勤捉追赌 这条猎犬都行动迅猛 如同一员飞降 所以齐穹每次随从皇上狩猎 都能获得丰厚的赏赐 一年以后 母犬死了 这条猎犬更加尽力 后来齐穹去世 这条犬日夜都在豪费 停棺一个多月后 即将在郊外入土安葬 把这条犬留下看家 就在棺木入土的那天傍晚 这条犬独自跑来 不停地向关救叩拜 把身下跪出了一个坑 头上也流出了血 关救沿途尚未完毕 这条犬便死去了 诗曰 并母贤恩换养风 赤心抱主死生同 岂为孝犬人间少 更有棱棱国事风 感谢收听 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